3月24號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稱 中共已下令官方機構不得採購或使用英特爾超微晶片 以及排除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和外國製造的資料庫軟體 只能選擇中國國產的產品 報導稱 中共工業和信息化部早在去年12月26號 就低調推出了新的指示 要求村鎮以上級別的政府機關 必須採購所謂安全可靠的電腦處理器和作業系統 同一天 中共信息安全測評中心 公布了一份處理器與作業系統清單 全部都是中國公司產品 在18家貨准的處理器中 包含來自華為旗下的海思開發的處理器與飛騰的芯片 以及龍心中科的處理器等 其中華為和飛騰兩家公司都在美國的出口黑名單上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國營企業也有類似的國產化要求 國有企業接到主管機關國務院國資委通知 必須在2027年前完成過渡到國產科技供應商 一名管理IT系統太患的地方政府官員說 近幾個月以來 省級與市級財政機關 以針對新的規定發布了幾十份通知 希望能確保採購者遵守規定 兩名採購官員則向《金融時報》透露 目前採購上仍有搭載外國處理器和微軟Windows電腦的空間 不過得採取額外行動 登記並說明採購外國處理器的原因